原本我的車子只能裝五個人 裝不下 所以現在請他給我一台大一點的車子 那你就知道車有多大了吧 怎樣 我就多生一個小孩 直接好送一台保姆車給女兒 爸爸的愛比車還大 Sandy暢後付出行程滿檔 接完金鐘主持 現在回歸綜藝節目 就是月中的時候出來主持一下金鐘 然後因為真的的確是滿大壓力的 所以結束之後又回去躲了一下子 然後還好開工呢 先跟著爸爸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他也要大家放心 月子做得很好 身體恢復快 只不過這次跟吳宗憲一起被媒體探班 大家的焦點也放在爸爸身上 多年前曾經多次嗆瞎狗仔 但是對於李多蕙遭跟拍之事 現在態度變了 那個這個多告了啦 人家就是跟拍跟拍就給他跟拍嘛 提告幹嘛對不對 就跟那個秀慧姐跟那個乃哥 啊你是在兩個人電話打一通 他跟他說一個就好對不對 他在舞台上誰先翻臉誰就輸嘛 字字句句給予忠告 但自己的風波還有館長 二零一九年開口辱罵吳宗憲 現在法院判賠八十萬確定 但公開道歉的部分遭到最高法院廢棄後 發回更深 就賠了八十八十八萬五千兩百元嘛 對啊 檢察官太可愛了 爸爸我愛你 爸爸五二零嘛 覺得不用道歉 你再罵 沒有關係 再賠 對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他 利刀傷人很癒合 惡語傷人很難消 下狀話沒在怕 畢竟現在Sandy還有寶貝孫女 對他來說才是最重要 TVH新聞高早 零碗台北長報導